你 他咋就跟我交代清楚了 能报到你跟孙昊 我们也很开心 谢谢 摆整齐点啊 摆整齐点啊 好 人很多 孟总 我们要见面了 谢谢你跟我男朋友投资 希望你们的合作可以共鸣 一定 你的气度我很喜欢 之前联姻的事情 我没有处理好 如果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我很抱歉 哪里 他早就跟我交代清楚了 能报到你跟孙昊 我们也很开心 谢谢 我们剪彩一试 现在正式开始 首先 让我们掌声有请出我们的老板 冷思明 冷总 还有我们的股东 还有我们的股东 麦比总 接下来 让我们隆重请出 我们老板专门请的剪彩嘉宾 派世平的孟总 我们为什么选择今天这个即时即日 来进行剪彩仪式呢 是因为我们想让我们公司蒸蒸日上 先红布 剪彩 下面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请我们冷总 讲两句 大家好 非常荣幸 从今天起 我就要成为大家的合作伙伴了 首先 感谢道场的朋友 还有各位 加入零点 未来我们的道路 一定会非常的光明和艰辛的 为什么会光明呢 因为我们将要走在 智能化市场的前端 我们的努力 将来有可能会改变人们的生活 所以我相信大家从工作中 一定会得到价值 和你们想要的东西 但为什么说艰辛呢 因为毕竟我们是新公司 所以未来会面临各种的困难 但是我相信 通过大家的努力 我们一定会成为 行业内的中流底部 田姐 梁洛飞家暴的话题 已经被刷没了 各大平台也没有水花了 好 我知道了 这事情不是你想的那么简单 他有那么多商务广告 那么多代言 他背后的人不会放弃他的 为了利益 他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吗 真的我们斗不过他的 我不想再跟他斗了好不好 我从来没有伤害过任何一个女孩 我会聘请律师 依法追究责任 我还是好心奉劝你一句 如果啊 你还要继续诽谤我们家艺人 那我敢跟你保证 我会让你在这个行业里 混不下去 你不说什么 我还是好想是 你不想订 这个动作 你哪里 那你反对 你比赛 不知道 我总的 将来 你不说